香港工會聯合會在23日召開的記者會上表示 已接獲607宗求助個案 促進特區政府盡快安排滯留湖北港人 通過包機或高鐵專列等方式返港 記者會上播放了兩條滯留湖北港人的求助視頻 接著就在這裏 已經過了幾月了 現在我們的情況是很無躁 很慘的 女兒本身身體狀況都不太好 曾經都入過醫院 去及過幾次 但是一直都有求助政府 都是幫不到我們 現在我們做食物 麥麥這些菜 就是我們自己家裡種的菜 那自己家裡就是吃回家裡的餃子 麵 方便麵 牛奶 這些 就沒有什麼其他物資的了 因為其他的物資全都吃到七七八八了 吃些土豆這些 大家好 我是香港人麥山 我 由1月15號 就已經來了這個宜昌市 五峰縣土家族的自治區 所以到今天已經2月22號 我已經大概在這裏 製留了40天了 那我 訂的機票回去 本來2月1號 是飛機可以回去的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所以令到整個湖北省的機場都會停飛 那我改了五次機票 到現在都還未知幾時可以 有飛機飛 而我們可以離開這裏 還有當地的地方 所有的道路都已經封了 這樣就不會有車限了 我們現在 目前的環境就是很缺這個食物 和醫療用品 食物方面 在這裏 這裏山區的村 只可以提供到普通的柴米油鹽 但普通的蔬菜和肉類 就已經買不到 而我在香港來的時候 帶來的口罩已經用完了 那我就聯絡了這個 香港的工聯會 可以幫助到我 聯絡當地政府 送了一些少量的口罩 消毒藥粉 給我解決這個燃眉之急 那我很希望 促請香港政府 可以盡快解決 滯留在湖北的香港人 安排我們可以回到香港 那我建議香港政府 可以考慮一下 用高鐵的方式 因為高鐵在湖北省 每一個市都會有一個高鐵站 那如果用這個方法 在不同的地方的香港人 都可以去自己最近的高鐵站 而搭高鐵回香港 可能會比較快捷 那我好希望 香港政府再一路聯絡當地的政府 幫我們現在 困在湖北省的香港人 可以解決這個生活的需求 多謝大家